齐姆阁和九二哥寒暄了两句之后 很快就没话说了 场面略显得有些尴尬 齐姆阁肯定要坚守城门这个阵地的 九二哥也不打算贸然行事 这时就算是进了畅春园 也没法挤进朝会的 因此也决定在城门这号上了 于是就不打算在挪窝的 齐姆阁和九二哥 见对方没有告辞的意思 便善善地互相笑了笑 换了个位置 齐姆阁去堂壶的摊前 去挑堂葫芦的瑕疵 九二哥陪着安安 看着卖豆腐脑的小贩 硬咬出来那么一勺的豆腐脑 九二哥是谁呀 豆腐脑还没有进嘴呢 小贩的祖宗八代 全都给打探出来了 等城门附近的摊贩 见了九二哥和齐姆阁 都开始装聋作哑后 主要是这两个人太不自觉了 九二哥光拉着人唠家常 齐姆阁光挑刺 一文钱的生意也没有照顾 所以小贩们便懒得去巴结了 还是流着口水 照顾正常客人吧 九二哥和齐姆阁 只好善善地进了一家的茶楼 一个人要了一包尖 安安本以为 齐姆阁只是简单的情绪上的波动 但经过一大半上午的观察 也明了了 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 所以一进包间 就将下人打发了出去 恶娘 出什么事了 齐姆阁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大人的事 小孩少管 吃你的点心吧 于是安安便果断地设起了齐姆阁 跑去了九二哥的包间 馋得九二哥呀 头一次后悔他不务正业了 就算不务正业 也应该兼顾好朝政啊 怎么能不上早朝呢 这早朝能有安安难应付吗 九二哥无语了 凭什么自己在安安的眼里 就是如此的贪财呀 因为安安一直都在 抛着糖衣炮弹利诱着 九伯 我真的能帮你将东西 高价地卖给安居岛的土著人 真的 你相信我 等等诸如此类的赚钱诱惑 但当九二哥说 说来听听的时候 安安就会撇着嘴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先声明 我不要一分的银子 咱们交换消息吧 一来二去 馋得九二哥无计可施 只能威胁到 行不行 我向你额娘告状去 九伯 你还是找我阿玛好了 阿玛才是一家之主 九二哥白了安安一眼 安安转了转眼珠子 九伯 我发现了一件事 你和我额娘 可能做得不妥呀 九二哥敲了敲桌子 不话 你爱说不说 阿安严肃地咳嗽了一声 嗯 九伯 你和额娘大上午地 在城门口晃了许久 什么都没买 然后又跑来茶楼喝茶 是不是很反常啊 你说旁人会怎么想呢 九二哥傻眼了 是啊 怎么一着急忘了这茬了 再巧也巧不到这种地步啊 不过下一秒 九二哥就将其木格埋怨上了 这蒙古附近怎么老天乱呢 不想 安安随即又笑了 多亏我在呀 九伯 是不是觉得有了我 你好原话的许多呀 九二哥想了想 是啊 安安可是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 齐木格几乎是一个人晃悠的 完全可以说 安安偶遇自己之后 立即改变了逛街的计划 跟着自己搞社会实践 这么一想 九二哥稍微安心了 虽然这个解释有些牵强 但总也是个理由在 不过 旋即九二哥又郁闷了 老实的孩子到底随谁呀 你早就发现不妥了 所以才一直跟着我的 没有了 开始呢 只觉得九伯 问卖豆腐脑的话很有意思 便跟在了九伯的身边 后来间接发觉不对的 只有一直跟下去咯 哼 比你阿玛聪明 那是 我可集中了阿玛额娘的优点 虽然安安的回话 和传统的大清女子不一样 但是九二哥早就习惯了 所以也不以为意 只是看了看安安的五官 心想 果然是有得必有失啊 不想 下一刻安安又掺上了 九伯 你看我立了这么大一个功 是不是该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九二哥自然是摇头了 安安很是懊恼的说 九伯 我发现我太蠢了 怎么就忘了我讹你了呢 我完全可以假装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做出一副很担忧的样子 没准九伯还会透露一二呢 九二哥好笑 哼 现在也不晚呢 你回去够你恶娘还来得及 恶娘心情不好 不敢惹的 九二哥正在说两句酸话 就在这个时候 听到了护卫 在门口说信使到了 九二哥赶紧叫人进来 也没敢安安 直接问情况 但是信使只知道散潮了 老师被康熙单独留了下来 至于朝会上发生的什么 还没来得及打探 不过第二波信使 应该会带来更详细的情况 安安虽然不知道原委 但还是赶紧跑去将信使的话 传给了奇木格 恶娘 安安安出什么事了 奇木格一听老师被单独留了下来 这心啊 更悬得老高 没理安安 而这个时候 老师家的信使才跑到了 和九二哥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安安有些不满了 认为同样都是信使 为什么能力就比九二哥加的差呢 要知道这消息灵通与否 有的时候就是在于是否早了一刻钟 不过却没有人当着面指出 准备回家提醒老师 被加强人员的能力建设 不过信使汇报完的情况之后 却主动地解释了一下 说是急着赶路 没看到府里的护院 跑了老远才被追上 所以便回报得晚了一些 这个解释 安安并不接受 因为九二哥家的信使 所处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呀 不过第二波探子 都让安安感觉好了一些 因为两家的探子 几乎是同时到的 九二哥和奇木格 了解完了个大概 都有些懵了 完全没有想到 老师会来这么一手 两人懵完之后 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康熙最终给了说法没有 等第三波探子到了之后 九二哥和奇木格 总算知道了 康熙见朝会拖得有些久 担心朝城们饿了肚子 宣布储君之事 明日继续讨论 九二哥立马来了精神 让安安转告奇木格 晚些时候 九父亲会给奇木格 发出邀请 邀请老师一家 参观九二哥的园子 让老师睡个好觉 免得早起得养足精神 明天可是关键 奇木格则对老师和康熙的 单独谈话 很是不放心 被康熙单独留下的老师 正在给康熙做着解释 我以为朱大人是您安排的呢 一瞧没人附和 怕花马失望 以为儿子无能 连人都网络不到 所以才赶紧出来表现的 原来太子可以这么争的 被老师开阔了眼界的洪轩 对老师的敬仰 立刻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是啊 在外人的眼里 也许老师此举过于莽撞了 但洪轩作为 知道康熙将老师列入了 考察名单的知情者 倒认为老师此举收益大过风险 至少康熙不会指着老师的鼻子骂 心怀叵测 而且就结果来看 似乎也在朝着有力的方向发展着 虽然康熙没有立即批准老师当太子 但是呢 却将老师单独留下了谈心呢 同样被人举荐 但却含蓄竞争的八个 可却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待遇 因此 洪轩倒还真的认为 老师有那潜力 当好一国之君 别的不说 开创性不可缺呀 洪轩开始反省了 自己怎么就缺少了 老师这种开拓精神呢 要知道 老师开始自荐的时候 洪轩可是揪着一颗心的 认为老师下了不臭旗 自荐当太子 由老师开创先河了 自己总不能没有创意的 去自荐当皇太孙吧 自认为 玩创新玩不过老师的洪轩 还是准备 脚踏实地的在畅城园待着 等康熙闲了 好好地拍拍马屁 全算是为老师的事业出了力了 洪轩也想去互补晃晃 隐晦地给老师拉拉票 但是虽然 他在户部领着差事 但是康熙生病后 便旷了宫 此时去户部 太热眼了 因此 洪轩派人给齐木格 烧了个平安的口信 便回自己的房间 温习功客去了 落在旁人的眼里 又是另一番的思量 怎么能够这么淡定呢 洪轩在玩淡定 九二哥却心急火燎地 准备四处拜访宗室 齐木格本来 还想抓紧时间搞一点夫人外交的 被九二哥鄙视地劝住了 九二哥认为 齐木格乖乖地守在府里 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支持了 而且还建议日后的外事活动 最好交由安安负责 这小丫头 有眼力劲儿 齐木格没去计较九二哥对自己智商和能力的侮辱 而是配合地令智安安朝府里走 只是提醒了九二哥一声 别忘了告诉九附近 送帖子 其实最没受到影响的是三胞胎 虽然老师的事迹 在尚书房很快地就传开了 但是三胞胎却没有什么震撼的 完全不知道老师改写了立处的历史 继续领着红军与白军打攻兼战呢 斗智斗勇不亦乐乎 只是在放学后 发现了齐木格带着安安和克里迪斯 去了九二哥的花园 留下他们看家时 心中有些不痛快 给尚书房请一天假怎么了 夜里 畅春园附近的园子里 虽然没有灯火通明 但是一些房间的烛光 却还是亮了一整夜 三二哥火速地召集了一帮文人 叫他们引经据点 将老师自荐的行为 引申为狂妄自大 而他自己则忙着翻阅着史书 打算明早告诉康熙 有多少朝代 都是毁在自大狂手中的 四二哥则是跟早就搬到园子里的乌斯道 分析琢磨着康熙的想法 然后详细拟定着明日的对策 想着怎么能够不着痕迹的否定老师 不过难度好像很高 乌斯道当了这么多年的首席分析家 还是头一次被打个措手不及 老师太不按常理出牌了 不想熬到了天亮 乌斯道又推翻了一夜的筹划 告诉四二哥 打叶子牌的老手 想赢不懂技巧的伸手 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对手一样 没有章法 以五二哥为代表的 不参合派也没有敢早早的入睡 得打好了负义稿啊 尽量不得罪任何的人 而八个是最救心的了 因为他的幕僚分成了两派 一派力劝八个孤注一掷 将老师踩下去 一派劝八个表态支持老师 他们的判断是康熙应该不看好老师 为储君者得老成稳重 老师明显不适合 所以干脆将球批还给了康熙 直到进园子的时候 八个还没有想好该采纳哪方的意见 宗室王爷也是熬红了眼 不管是支持的反对的还是中立的 都得准备发言稿啊 万一被点了名了呢 而九二哥则是最难熬的 既要归纳分析拜访结果 又得依据此 想好明日的对策 还得担心老师 因为老师压根就没有出畅春园 据洪轩送来的消息 老师住在康熙的园子了 他也没有能接触到老师 齐姆格虽然也很心急 但是却还是按耐住了心中的恐慌 强作镇定地早早地上床闭目养神 安安则拉着克里迪斯玩了一夜的占卜 第二日唱春园里早早地就来了一群红眼睛 九二哥本以为他是第一个到的 没想到每个人好像都将座钟 朝前拨了两课钟 九二哥的勤奋完全没有彰显出来 老师则秉承了主角出场的习惯 大排了一回 直到朝会开始的前一秒才现身 再一次成功地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九二哥见老师神色轻松地冲他微笑 感觉也舒畅了许多 看来老师昨天和康熙谈得还不错 而康熙最淡定了 赵舅踩着点上门 康熙坐定后扫了一眼群尘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改养兔子了 还好是大白天哪 要是晚上一双双的红眼睛可真够甚人的 非做噩梦不可 不过这些人虽然模样显得有些憔悴 但是精神头却十足啊 一个个都亢奋地等着康熙吹响辩论赛的口哨 康熙扫视了一圈后 清了清喉咙 却在众人期盼的眼神中招了招手 一个太监忙上前打开了一道圣旨 高声地朗读了起来 奉天承运一堆屁话之后 不是宣布太子推荐大会正式开始 而是隆重地宣布爱心觉罗 应额光荣地被任命为大清的第三任太子 前两任为同一人 成功地让朝堂上响起一片抽气吸气的声音 三二个傻眼了 不是说今天继续讨论吗 怎么变了呢 四二个绝望极了 当对手完全没了章法的时候 连出牌的机会都没有了 想跟着乱来都没辙呀 八二个的心在泣血 为什么自己谦让地做人 换来的却是无限的打击呢 而老师高调地宣布 眼蝉太子之位 竟然就偏偏地能如愿以偿 这人生啊是否太讽刺了 大家伙皆面面相去 金口欲言什么时候也成儿戏了 九二个最先反应过来 如果只是不讨论 那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但是如果不讨论 老师就当上了太子 那自然是怎么都行 所以对康熙最没意见的九二个 率先跪了下来 高呼吾皇万岁 在九二个的带领下 群臣都回过神来 跟着跪下歌颂康熙 然后又在九二个的带领下 给老师行礼道贺 让老师觉得 这个朝会 就是不能离了九二个呀 老师也很是珍惜 大脑有那么一秒钟 成功的短路了 是九二个喜悦的声音 将他拉回到了现场 所以当大伙 例行公事地向他道喜的时候 老师已经很有风度地跪下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一群的如道士 很是不满 没想到 老师竟然非常不知理地 立即就感谢康熙对他的信任 表示一定会接好 康熙传过来的接力棒的 其实啊 老师本来不想标心立意 但是这个位置 明明就是自己 昨天亲自争取的 此时如果再来假意的推托 那就太假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老师也怕自己 装样子谦虚了一下 大伙顺势推舟 请康熙别勉强自己 那自己上哪找地方哭去啊 所以老师便坦然地接受了 反正形象工程 以后有的是时间做 而康熙呢 勉励了老师两句之后 就亲自地传了第二道的旨意 要内务府在昌平郑家庄 大修土木 至于用途 没有说 不过大家都猜测 可能是废太子日后的居所了 老师登基 总不能还将废太子 求建在宫里吧 瞧着也烦呢 想到废太子 四二个和八个 突然又燃起了希望 老师这个太子 谁知道能当多久啊 大家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不过毕竟是新出炉的太子 朝会结束以后 老师立马被人群围住了 连洪轩都进不了身了 但是毕竟老师成了太子 这尊卑差距啊 一下就拉大了 所以众人恭喜完之后 也没人敢拉着老师 出去喝一壶 纷纷地散了 让九二个得以在短时间内 将老师接到自己的园子里 关起门来 细细地盘问